和能修工厂建医院 为新中国的建设的确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毛主席曾经在诗词里写过 一桥飞驾南北天欠便通途 说的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身后 这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 也是由苏联专家帮助咱们修建完成的 1957年大桥建成 上面通气车 下面跑火车 连接龟蛇二山 雄伟壮观 当年课文都介绍过 那时候出生的很多武汉人 起名都叫什么大桥 汉桥什么的 如今武汉的桥特别多了 长江二桥 三桥 江汉一桥 二桥 但是这些桥年年都在修 特别是白沙洲大桥 十年修了24次 一年修两次 一次修半年 唯有苏联专家修建的长江大桥 极少翻修 还不收费 专家们 替武汉人民 谢谢您 而后 大家都知道 1959年 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议 专家们撤走了 对这件事 大家多少是有点想法的 各方的说法很多 有时候中国威胁论的 有时候美国困制论的 有时候苏联小心眼的 有时候专家被得罪的 总之 俄美吵或者不吵 俄美关系都在那里 不冷不热 中国亲或是不亲 距离都在那里 不远不近 你们等或是不等 广告就在那里 不长不短 待会儿见 看千年一经 如何道破天际 文化大观点 今天对方卫视中安排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栋 全球发售 中国交死 中国梦想 寒冷的季节 灰暗的色调 怎样让世界不一起寒冷 今年圣诞 要有你的地方就有温暖 凤凰卫视 祝福全世界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12月完全时尚手册 走遍大江南北 精选各地饮食资讯 带你深入各国仪器 探索古代历史文化 饮食旅游会翠 唯唯十色行野 星期三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排 欢迎回到 清清百老会 会声会做 这每到年底 人就是特别的忙活 公司有大晚会小活动 家里边也得置办年货 忙得我是直上火 说看看电视 拜拜火 直接点燃了我心中的团团怒火 这周最上火的事 应该是江苏的校车悲剧 12月12号 江苏徐州市丰县 这辆载有52名小学生的校车 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 咱数数 11月16日 甘肃郑宁县幼儿园校车逆向与货车相撞 21人死亡 43人受伤 26日 辽宁凤城校车测番 35名孩子受伤 29日 河南浦阳幼儿园校车事故 4人重伤 仅仅11月一个月 因为校车死伤的孩子就超过100人 在中国是不是需要全民禁止呢 怎么什么东西 只要动起来就得出事呢 人家神七神八天上搞对接 你第一场的 你说你跟着学什么劲的 就在本节目录制过程中 西志门一场大火烧起来 相关部门表示 立刻展开全市消防大检查 你看校车也是 伤了孩子才开始跟进 不出事不管 出小事小管 出大事管死你 北京这次只是消防检查 看来是小事 否则 你取缔所有卖打火机的 餐厅也直去卖凉菜 前几天海上还交火了 中国渔船因为越界捕鱼 船长在遭到韩国海警拘捕的时候 上演了一场肉搏战 结果韩国海警不幸身忙 而这场武艺切磋 也急速演变成了中韩两国的外交事件 首先李明博火了 明年一月的访华活动 推一推 接着民众火了 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欺负人呢 会撇地狗油就了不起啊 纷纷就跑到了中国大使馆门口抗议示威 哎呀 维持一次韩国人民的长乡啊 目前啊 被扣押的中国渔船和九名船员已经被押往人川 整件事情到底是中国船员躲猫猫酿成了意外 还是中国的船长大人眼镯 把人海警看成海鱼了 我们还是等着双方的详细调查吧 不过理亏在先 还望韩国有人不要太上火 节哀 第一节咱们讲到了 德班七号大会上 中国代表团团长谢正华在发言中 发火了 你就看 后边那非洲哥们 哪真是连欢呼带叫好啊 结果啊 中国排毒没几天 加拿大又放话了 安波尔的 正式退出的 京都议定书 不参与 但刚刚消气的中国是再次上火啊 加拿大 不是我说你啊 连环境问题都快火烧屁屁了 你们不能这么自私啊 你们放屁手 就不管我们了 小心我们全移民到你们那儿 上火呀 不可怕 吃点热 节气毒就好了 但要直接把这把火给点着了 那就不得了了 前几天 各位看 山东早庄的国际欢 因为跟当地的村美会产生土地纠纷 结果在自家的房顶上面 泼汽油自焚的 虽然最后啊 是被大家撒土给埋了 不是 撒土给救了啊 但是依然是多处受伤 至今仍在ICU接受治疗 早庄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出面找事啊 国际欢 是因为突然间情绪激动自焚的 情绪激动 自己激动就能着火 那个叫自燃呢 这件事不禁让我感慨啊 人不有意思 或死于地沟油 或死于毒疫苗 或死于车轮驾 或死于被自杀呀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情绪激动就洗了 就在这儿 我想跟那些 特别因为情绪激动的朋友们说一句 该冷静的时候还是要冷静 因为这样的死只能证明一点 既有时一点就着地 其他的呀 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才能够证明 戏如人生啊 人生如戏啊 比如说下面这位他就证明了 这段戏多熟啊 前两年最火的谍战剧 潜伏 这兄弟这部剧又火了 电人这把火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各位看到的 其中试验保密局党案股股掌 盛香的演员 吉思光 这个哥们啊 竟然是98年 截火袭警抢枪的逃犯 已经潜逃了13年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文艺细胞啊 连跑路都不忘投奔艺术视野 逃到影视基地 画名叫张国锋 从跑龙套变成了男配角 据说啊 当时齐齐哈尔警方正在集体观摩潜伏 哎 就是学学啊 这个军统他怎么审犯人啊 结果一个民警大喊一声 哎呀 这不就是强化的那家伙吗 难怪潜伏的导演还赞他演技出色 不过呀 这样的潜伏高手 导演没能让他演男一号 说明中国拍戏 选择真的不看演技呀 戏中戏 谍中谍 这兄弟没评论个影帝 到底是没潜伏好呢 还是潜伏的太好了呢 人说吉思光没火 那是埋没了人才 那北韩大将金正日斯米达之子金正恩先生 那这款正义凌然的大背头 最近在平壤火的是一塌糊涂啊 已经成为了平壤今年秋冬男士发行的潮流指标 这群年轻男子是争相效仿 理发店是大排长龙 为的就是能和领袖一样 见一个年轻又伪的发现人 他们说呀 因为崇拜 我分析了一下 可不是这种意思呀 因为每个人进店 就一句话 师父 给我来一个金正恩的头 看起来是为了解气来了 说到火呀 还让人联想到了战争 烧了近九年的伊拉克战火 终于要完全熄灭了 15号 美军在伊拉克首都巴赫达 正式举行了降旗议事 象征在当地历时将近九年的军事行动 宣告结束 驻扎在伊拉克的最后几名美军官兵 也将全部撤离 先后这几年 150万美军士兵曾在伊拉克服役 近4500名士兵阵亡 3万人受伤 估计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会说 士兵们 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 走 咱们打伊朗去 13号 正是另一场战争所带来的 巨大悲怆的历史事件 南京大屠杀 74周年忌日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相应的悼念活动 埋自日本的30多位僧人和大屠杀 应存者的代表 遗孀 一起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举行了和平法会 真希望这样的祈福 能够真的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 一到年底 各大媒体都会纷纷的评选 评点这一年中最火的词和人 比方说 今年日本的年度汉字是半 半岛的那个半 还有媒体评 中国的年度关键词是空和山不起 美国时代周开也把抗议者 选为了2011年的年度人物 哎呀 似乎这一年 人类都成了愤怒的小鸟 可生活远不如游戏那么简单 怒火呀 是为了让人生不熄火 让生活更红火 那你心中的年度关键词又是什么呢 我的应该是儿子 咱们下周见 人生 他就像一出音乐剧 贫富贵贱 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 有人平淡 有人离奇 关键闪亮 接着为你播出 泰泰乐美女私房赛 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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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